今天也有一個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臺美貿易及投資架構協定 也就是 TIFA 在睽違五年之後 明天就要召開會談 這是臺灣對外貿易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明年將展開的 TIFA 會談 我們有一項重要的議程 就是簡化 疫苗等醫療物資進出口程序 這些實質合作對我們現階段的疫情控制 將會帶來重要的助力 我已經請我們的談判團隊務必全力以赴 這幾年 印太地區的和平繁榮發展 是區域內所有國家共同的目標 臺灣的疫情得到控制 經濟波動減少 就能夠為印太地區的和平繁榮多一分貢獻 因此 其中 TIFA 這個對華平台 跟可信賴的夥伴 共同面對及解決問題 並且推動雙邊區域以及全球的貿易進程 無疑是一個重要的一步 我要請國人給我們努力不懈的外交 經貿團隊最大的鼓勵和支持 我們Lee 頂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